迎接中秋佳節華蓮限定古蹟檢察長宿舍邀集的在地10個攤組齊聚好喀樂市集 在中秋連續假期4天登場 從上午11點一直到晚上9點鐘 還有音樂表演搭配著夜晚的星空開唱 這次也和今年舉辦的Amigo藝術街區一起來合作 讓活動更豐富 迎接中秋節 會在華蓮市區的華蓮限定古蹟檢察長宿舍 也帶來好喀樂市市集活動 4天連假邀請在地10個攤組齊聚 更有音樂人帶來表演 是疫情以來首場大型戶外活動 再搭配斗宅檢察社的室內空間 兩隻彩犬陪伴 要讓民眾的休結假期很愜意 其實我們的攤組他們在過去的幾個月當中 因為喪失很多的擺攤機會 所以他們也很希望能夠在這次好喀樂市出來擺攤 有他們的手作啊 很多的飾品 生活小擺飾 還有一些園藝方面的烘焙方面的 每個攤位都有他自己的風格跟可愛之處 那這一次好喀樂市也加入了 Armigo藝術街區的這次的連展的活動 因為他們找了八個八間老建築 那我們也是其中之一的點 那有一位攝影師 林彥少攝影師他的作品在我們這邊做展出 我們其實很榮幸可以再參與這次的活動 因為這樣子的古蹟串聯 可以讓更多的民眾在同一個活動當中去走訪各個古蹟 而且就是除了其實古蹟本身就希望更多人走進來認識他 而且也能再去向他們的鏡棚還有介紹說 檢察長宿舍他現在不但是個咖啡館 他也有市集 他甚至裡面都還有參與藝術展覽等等的很多的元素在裡面 相信就是可以讓在我們廠商活用的這方面得到最大的效益 這次檢察長宿舍也與今年舉辦的Armigo藝術街區 一起來系列活動合作 由近好寫真影像工作室攝影師林彥少進駐展出作品 由一好立夯樂團開幕演出 為檢察長宿舍增添熱鬧氛圍 歡迎民眾把握連假時間前往參觀欣賞 藝著蔣芳葉華聯師報導 我們ы以後各種支持好 我們幫你 nationalism 讓他的民族 報告 我們他也覺得 no 是的 居民 公司 С